那這一篇是上個禮拜四的傍晚 先丟出來了 這是另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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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說 喔不是我寫的 不是我寫的 啊這個齁 查整個半補嘛 隱姓埋名 這個沒有 這個不說我是陳國祥喔 我是許書柏 不知道是誰 隱姓埋名查不到 啊現在 我想請教 那那個 類似剛剛代你 我們回到剛剛代你陳國祥 這個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我可不可以說 當然有 抱歉我舉你的例子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用這個東西 代你 不要舉你好了 代你韓國瑜 投共聲明 代你 誰啊 王金平嗎 不是就是代你陳國祥就好了 代你陳國祥 不繼續停止家暴聲明 可以嗎 對啊 我就代你陳國祥停止家暴聲明 然後裡面就說過 這個沒有違法的問題 我在裡面就說很多 你要想知道他這個 這個姓名被冒用 或者不當使用 現在這個案子叫不當使用 是 姓名被不當使用 然後屬於姓名權 跟人格權的侵害 嗯 受害人 可以請求法院 除去這個侵害 或者回復原狀 或者請求精神撫慰金 賠償 損害賠償 所以前提當然是 當事人要告 嗯 所以就像上次被打一巴掌 各位記得有個部長 鄭立民文化部長 被打一巴掌 他不告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雖然那件事情 當然是違法的 所以這裡面 刺激到兩個權力的侵害 姓名權的侵害 損害賠償的民事 嗯 以及 妨害名譽毀謗罪 因為他的內容 是不是當事人的原意 如果今天我使用某假的名字 可是我說的 比如說我說 啊 許舒伯 這昨天上電視 我用了 我昨天上電視用得很好 講得很好 這我用了他的名字 可是對他名譽沒有任何的損害 嗯 他對我沒有任何的求償的決定 嗯 我用了別人的名字 可是用他的名字 我講了很多的 他的事情都沒有問題 可是重點 我念一段 他講蔡英文 你剛才念的不算 你念了一段 你念了一段 蔡英文講說 我不得不承認 你念了第幾段 這個我看到就抄下來 在比較後面 兩段 一段是我不得不承認 他是說蔡英文 蔡英文寫內容 我不得不承認 我雖然解決了一些問題 但製造的問題可能更多 嗯 這個怎麼能在蔡英文 另外一段這樣寫的 團結國人 是我最失敗的地方 嗯 我不但沒有產生凝聚力 反而大大的撕裂這個社會 嗯 你想想看 他反覆的就寫這些內容 對 這個當然是 這當然是妨害名譽嘛 嗯 因為 代表蔡英文來說明 他做了哪些事情 嗯 我要面壁思過 我錯了 對 我做了很多錯了 對不起國家的事情 所以我剛剛就說嘛 陳國祥要想一想 我明天如果這個不負負責任 我明天就帶你一分 我帶陳國祥你 停止家暴聲明 唉 我過去怎麼樣打我的太太 我保證以後我不再打 而且我也不虐兒 對 你可以這樣做 而不性侵別人 你可以這樣做嗎 當然不可以嘛 嗯 你不能用別人的名義 來寫不是這個當事人意思的話語 這當然是誹謗嘛 嗯 是妨害名譽的嘛 嗯 可是重點就像剛才我一開始就說了 如果我們的官員打一耳光 隱忍 嗯 他覺得他有高度 嗯 這當然我也不反對 嗯 帶你這種文字也隱忍 我告訴你 未來這種事情陳諸不雄 嗯 尤其在選總統 嗯 蔡英文尤其在選總統的時候 嗯 一定有一大堆用蔡英文的名義 發佈的東西 是 你根本來不及說明 嗯 這才是真正的關鍵 其實如果有人帶你我 我其實也可以不在乎 好 因為我不選工智 我沒有任何其他公共的利益 可是有一些是有公共利益的 不管說部長的 今天推動轉型正義 你不是為自己那一巴掌啊 嗯 人家打你一巴掌 說為了蔣中正要打你一巴掌 你是為了轉型正義 你要去爭一口氣啊 嗯 蔡英文不是為了 今天有一個陳國祥 陳國祥的層次在低嘛 而是因為它涉及到一個國家整體的 因為它在裡面論述國家整體的內容 用總統的身份來論述 而且用扭曲的方式 像我剛剛所說的 我知道的問題更多 或者說我大大的撕裂了社會 好像我帶蔡英文跪地來懺悔 對 像這種說法其實對於她本人來講 非常不厚道 就陳國祥非常不厚道 可對國家整體利益來講 這是不可以做的榜樣 這蔡英文應該 應該有她一定的做法 否則的話 我覺得選總統 這一個時候會謠言滿天飛 假消息滿篇文章到處丟 因為很巧今天是禮拜四 所以未來每個禮拜四都有一封 假的 我想它不是假的 因為這個陳國祥是非常資深的媒體人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一個論述 庭妃跟舒伯大哥來 你看到他在第四段左右 我之間的距離何其遙遠 我滿懷理想的大眾方針 民眾多不認同 秉持進步理念所規劃的政策 許多民眾跟不上 勇敢直面問題 所破壞的解決方案 不是招致強烈的反抗 就是激發尖銳對立 有些改革則事與願違 績效不彰 反此一切 由我不得不承認 姚老師剛剛特別提到這段 我雖然解決了一些問題 但製造的問題可能更多 懸而未決的問題也不知反己 所以午夜夢迴之氣 我常反思 我投入公共服務的初心 就是要背負這個國家的担子 促使這個國家改變 我發願要帶領國人同胞 勇敢的把國家帶向新的方向 好 所以他說 你這裡頭還 哇 民意的像被赤裸裸顯現於世 鐵的事實告訴我 我真的失敗了 我也讓這個國家失敗了